喜马虎音第十二章里面 花里塞人和希律党的人 想陷害耶稣就问他 耶稣说 纳税比海撒行不行 海撒是谁呢 海撒就是罗马皇帝 耶稣听到这个问题 就知道一个背后非常可怕的陷阱 因为耶稣说可以的话 就等于背叛了整个民族 因为那时候 犹太国已经亡了几百年 现在统治他们的是罗马政府 纳税比罗马政府 等于应财作苦 但是如果耶稣说不可以 更加麻烦了 那帮害主的人 立刻就可以控告他 说主耶稣你是煽动百姓 所用他们反对罗马政府 不纳税比罗马帝国 面对这个两难 你如何来处理呢 耶稣知道这帮人的心 他们不说可以 也不说不可以 就叫他们拿一个铜币来 问他们铜币上面的帐是谁的 他们就说是海撒的 当耶稣听完之后 他只是说一句话 他说海撒的物当归给海撒 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 这帮人听到之后 好像耶稣说了答案了 其实耶稣说了答案之后 他们明不明呢 他们都不是很清楚 到底耶稣说什么呢 一直以来 犹太人将熟悉和熟上帝的事分得很清楚 熟悉的事 绝对不会混淆到熟上帝的事情来 耶稣好像回答他们的问题了 但再想深一层 到底什么是上帝的物呢 上帝的物除了奉献金钱和牛羊之外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人本身 圣经说 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去做的 我们是属于上帝的 我们都是上帝的物 在耶稣的回答里面 好像没有解答到宗教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但是耶稣他的回答告诉你 因为我们是上帝的物 我们是属于上帝的 在地上的证权 传统、习惯、制度等等的事情 当然我们都要去尊重 也都一定要去效忠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由于我们是属于上帝的 我们有最终的 也有最基本的一个效忠的对象 这个就是上帝了 对于基督徒来说 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 我们的生命不是属于地上的证权 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 让我们一生属于上帝 一生效忠上帝 直等到他再回来的那一天